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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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说因为安妮宝贝还是70年代生的了 那么七几年应该是80后 那么我就在想 难道说就是说文学的这种经验 它和现实被现实陷得那么死吗 就是说不能够有超越它的可能性 你觉得我这个问题可能不到明确 我提的明确不明 就是说我觉得像安妮宝贝他那一代人 他写出那种友谊 我觉得还有他感动我们的一面 我并不是说蓝本家一部感动 我觉得蓝本家一部是一部80后相当好的作品 但是它是完全要用怪当 要用绝望 甚至是凶残 就是说命运太凶险了 是吧 太不幸了 他要往那一路去发展 就是我们已经无法去表现 回到甚至回到安妮宝贝 根本说回到这里了 我们回不到这里了 你觉得这样一个文学的发展 是一个进步还是一个宿命 或者说不可摆脱的东西 还是你觉得失望 你怎么办 像比如说安妮宝贝 他的前妻跟他的时候已经差别很大了 所以肯定也是到这一点 所以就注意力一点 就是说有几个作家 他肯定是每个作家都会受到他的这个 自己最先的成长 给自己大人的转变 然后受到很多时代费的改变 虽然你宝贝肯定也受到内外的这种改变 所以他的作品的风格才会变化这么大 他的前妻也是那种很极端的东西 就是可能无法改变 但到后期他已经开始变成平和 变得有很深层的一些东西 有很多他对国家的理解 各方面都支持他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这种变化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挺好的一种变化 就是说是一种的一种进步 你觉得那种狂怪怪荡 那些太极端的东西 你觉得极端的东西会给我们其他 就是一样看诗歌 如果诗歌的它的东西是极端的 想象的一样东西的爆发 可能也会给我们很多的东西 好 回答了很好 和大家讨论的很好 那么确实我是想 可能确实我们四处去理解它 就是说文学和一种时代的一种经验 它是非常内在的 会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有时候它确实 那么时代会有不可超越性 我们也很难说哪一个时代表达的那种经验 就是这样一个有价值的 哪一个时代表现的经验就是没有价值的 或者说就是虚假的 其实我们看那个年代 确实人们就是有那样一种 一种处在那种境况当中 所以表现了这样一个柏拉图师的这种情感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 它反倒有一种美感 有一种让我们不可获得的那种美好 是吧 当然这个问题其实很值得我们去讨论两节课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们就只好打住 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进入的讨论 我们就不波拉图了 我们还是来一点现实一点 中普的三生石 这个也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作品 那么这个我在我的书里面都写了 我就不多谈了 也是在人性论的 当时也是在人性论的这个议生 大家知道中普原来写过这个红豆 是吧 那么他也是写爱情的 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对人性的那种表现 他表达的更加更加彻底 他甚至那里面说了一个很极端的话 就是我很恨恨这样的革命 当然他是革命家的引号 说我再也不想改造了 这也几乎在当时有种实在宣言的一种意义 张玄的这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在当时影响很大 他是写农村那种纯丽和小豹子的爱情 那么当时是指在农村呢 依然被封建意识牢牢控制住 当时是认为那是封建意识落后 男女青年的这种自然的这种爱情 自然的冲动 都会遭遇到一种悲剧性的一种后果 当时拍摄电影影响是非常大的 是沈丹萍演的 沈丹萍是吧 是沈丹萍演的吧 你们已经不认识了 那个是吕丽萍 沈丹萍还是吕丽萍 两个人搞错了 应该是沈丹萍 吕丽萍是演编辑部的故事 是吧 是不是 我对女演员都搞不清楚 这个其实当时注意到 有一些写的更加明朗的 那种透彻的 那种追求个性的 追求自我的 那样一种作品 记得这个 我前面谈到上海文学的时候 讲到创造性的自我 和可能性的自我 其实在一种 对可能性的自我的 一种描写当中 我觉得像最早的 张开康的夏 他把青年对自我的一种追求 他更加明朗 更加透彻 可能有时候 作家的作品 确实说纹路齐轮倒 有时候是确实 张开康 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明朗 比较这种透彻的 透彻的人 所以你看他的作品 他写的那种夏也好 北极光也好 那么百英树也好 去远方啊 淡淡的成物啊 他都写的非常的 那种 有一种明亮感 他有一种明亮感 那么 你可以看到张杰的那种明亮 他是一种 他总是在温 他总是有一点温馨 但是他重要是一种感伤 是一种失望 是一种忧郁 是一种抑郁 但是张开康 张的夏当时是 写出了一种 青年对个性的 一种强调 非常有个性的那种 青年的朝气 所以某种意义上又重现了 五十年代人那种 所谓的革命青春的一种激情 在八十年 他以另一种方式的表现出来 陈建功的丹凤眼 飘逝的花头巾 所以那个时候 陈建功还在百大读书的时候 写下了作品 那么他也是写一种 心灵的一种世界 心灵的一种情感 他把对人的一种 想往 美好的人的一种想往 把它展现出来 所以我说 是对人的情感 是一个刻画的 它显得更为晚的细腻 那些微妙的心理的变化 也显示出 人性的自然的深化 所以这些作品 从历史反思的侧面 分离出来 向着人自身的 情感世界投入 所以给新时期 渴望的大写的人 提示了更为具体的 属人的情感活动 所以新时期这种人的解放 人啊人啊 他都是一个批判性的话语 都是呼吁性的话语 但这些的作品 你从张杰的爱事不能忘记的 张康康的夏 那么陈建功的 丹凤眼飘水的花头巾 这些作品 他都写出人的一种 丰富的心灵的世界 或者这种情感的一种境遇 像张玄的 张玄的 被爱心遗忘的角落 这些作品 其实同时期呢 影响更大的一些作品 像金帆的 公开的情书 金帆是金关涛和刘清风的 合作的笔名 金关涛大家了解吗 八十年代的风流人物 走向未来重书的主编 大家一说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个八九以后 他后来在香港 当时在八十年代 是思想解放的时候 他是主编那套 走向未来重书 是影响非常大的 那么李平 晚霞消失的时候 那么这些小说都是 是书情性非常强 这样一个 诗意化的那种叙述 然后表达的是一种 情感的那种互相的倾诉 所以你想一想这个 金关涛和刘清风的 他们以这种通信的情书的方式 其实表达的虽然说是相互的爱情 那种爱它是建立在 其实已经是一个具有更高的 崇高的信念的一种互相的 对人的一种确定当中 对大写的人的确认的那样一种情感 那么这些小说都号称是 险于文革的期间 后来才拿出来发表 但是没有更多的证据 所以我们还只能以它发表的年月 来确认它发生的一种时间 当时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有一篇小说叫 《有只鸽子叫红唇耳》 这个没有那两篇小说的名气大 这是高行健的作品 这篇小说估计大家没有注意到 我当时读这篇小说 我觉得也是那种非常浓烈的 主观性 书信性非常强的一种叙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类的叙述 在后来演变为 我不知道就是 因为过去没有做过这样的一种阐述 我自己也没做过这样一种联系 后来看像苏同余花隔飞的 这样一个先锋派的小说 书信性那么强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八十年代初有一批小说 它是有很强的抒情性的 诗意化的 以至于后来像张承志的小说 也是有很强烈的积月的那种情感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些小说 它还是去表现一代人的命运 他们内心的生活与变动时代的悲剧的交融一体 所以浓烈的书信性和铺成疏创的叙事 给你强烈的感染力 所以个人的情感需求是如此强烈的 反衬着时代的政治和风云变化 从中可以看到对于人性的呼唤 是如何深刻地置根于中国的政治无意识的结构当中 所以这是我的一种读解 当然这里有古华的傅龙正 傅龙正本来是想给大家放一部电影 当然也没有时间看 不是后来这个月月下载了吗 大概有时间可以去网上 能够看一看这些电影 这个傅龙正是刘晓庆和江文演的 那个电影当时他们就 就这个姐弟配啊 然后这个他们也碰撞出了这个革命的火花 那么这个电影是非常成功的 获得好几个奖项 这个小说是讲这个傅龙正上的豆腐西施胡玉英 和右派分子秦淑田的遭遇 所以对中国50年代后期70年代 到70年代后期的20年的历史 做了一个回顾和反思 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形势下 对人性恶的激发给予了一种批判 所以傅龙正人的命运 这是中国激进革命竞争中 普通中国人命运的写照 这个小说倒是叙述了非常的细腻 能够性格写得很鲜明 所以它是呼唤人的尊严和对人性的这个真善美 所以在当时激起能够强烈的一种反响 就是对人的尊重 对人的命运的一种尊重 所以古华后还有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 他也是对农民的那种愚昧做了一种批判 就是当时总是说这个贫下中农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工农兵是正确的 不敢去怀疑工农兵的形象 在他这部小说中的他把这个颠倒了 就是知青他们受过现代 当时在中国人那个时候的小说中 大家注意到有一个主题 就是传统和现代的冲突 传统是代表了落后和愚昧 所以在当时是有反传统 反传统 那么或者说另一方面有主张这个西化 学习西方的文明 那么传统和现代 也是中国和西方的这样一种冲突 所有中国的是传统的 传统的是落后的 那么西方的是先进的 那么先进的是代表现代文明 所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其实在八十年代上半期的小说中 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主题 非常显著的主题 在当时包括极左路线的这些呢 它有时候也被叙述为 近代被叙述为是一种封建的愚昧的落后的 你像范能李同中的故事 你像这些 它都是极左路线 又是和一部分人的这种愚昧 封建专制 这种叙述它是一个谱系 所以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当时这个纪红珍呢 他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 就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使他的硕士论在当时影响很大 他就是以这样一个文明与愚昧的冲突 去梳理八十年代上半期的文学 这个呢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有这么一个知识的一个背景 这个是姜文 姜文当时很年轻 刘晓庆 刘晓庆应该会比姜文大十几岁吧 有吗 有吗 有 刘晓庆现在应该是快六十岁了 刘晓庆应该是1952年出生的 52年出生的 文明出生现在多少 现在五十六七岁 姜文应该是1963年 64年 或者64年出生 那差多少了 差了十岁 差了十几岁 据说 刘晓庆不是被关起了一段时间吗 说最后起作用的还是姜文 据说 据说我们听小东西 他们有周克勤的 《许茂和他的女儿》 这一篇小说 那这部小说大家了解一下 我说你真是有周克勤的 我说你这变得好吗 我说你真是有周克勤的 我还是有周克勤的 是有周克勤的 你真是有周克勤的